大家好,現在是2024年10月2日,早上9點多啊 看看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煮草蝦 好像蝦子太多,攀子太小 然後我計劃怎樣 把它煮熟了之後,再 再用這個,微波爐 然後 燒 燒開水,然後泡麵 泡麵,再加入炒蝦 這樣子,這一個早餐 應該會很好吃的早餐 那大家都賺到一天 颱風價,大家都賺到了 因為根本就沒什麼風雨啊 這個三朵兒彩風 讓台灣人 上班族的真的很高興啊 但話說回來啦 柯文哲 我姓柯,沒人貪污比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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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姓柯,沒人無淺比我多 他昨天竟然拒絕提審 這麼大方啊 這麼大膽,其實檢察官是可以把他拘提 但檢察官的理由是說 考慮他身心狀況啊 意思就是說,柯文哲要發瘋了 柯文哲是醫生啊 他最懂裝病啊 裝瘋賣灑 他最會 再來他下一招 難道就是要裝瘋嗎 裝瘋賣灑 大便拿起來就吃 尿 捧起來就喝 然後 已經精神浩弱 精神喪失 發瘋了 無罪釋放 好 但 真的能這樣嗎 好 恐怕 他也是 開始啊 完全 完全跟他當初 那種 指高氣氧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了 以前他出現在被拘提的時候 出來 面對鏡頭 那個記者都說 柯文哲臉上 透露著一絲微笑啊 被 被檢察官詢問了幾個小時之後 柯文哲在媒體面前還是 一副老神在在露出神秘的微笑 現在沒有了 現在連 連敢去都不敢去了 因為他知道 那個 朱雅虎已經認罪了嘛 然後李文中也被拘押了嘛 那就是完蛋了啊 那就是完蛋了啊 那就是完蛋了 要關到死啦 無期徒刑 那話說回來 電影 《笑傲江湖》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啊 那個 魔教教主人我行 跟林胡聰說了一句話 你的敵人怕你報仇 所以你到天涯海角 他都會追殺你 他都會追殺你 這個是要提醒楊爸爸的啦 楊爸爸的兒子 楊同學在土城國中被 二少年 乾哥乾妹殺害嘛 現在一省 乾哥判九年 乾妹判八年 到了三省就是緩刑嘛 都是會無罪釋放 因為他們背後有 竹聯邦的兄弟在造 對於幫派裡面這種 重要的 少年 幫派分子 這個 算是 重點人才啊 對幫派來說是重點人才 所以他們 絕對會用各種方法 讓這個 兇手呢 郭同學啊 那個郭兇手啊 無罪釋放 就是喚醒啊 趕快出來 這個你們看殺警案就知道了嘛 那些 殺害 薛姓警官的那些 竹聯邦的 四海邦的那些 青少年殺手 是不是 現在都出來了 欸 那個被判 比較重的十幾年的 十一年的姓毅的那個 雖然他被判十幾年 但是他不是做在那種 大家都以為說 沒有冷氣吹的 的牢房 不是耶 他是住在外獄間 外獄間也就是 台南殺警案那個兇手 是不是也是住在外獄間 所以能夠怎樣 到處 到處 趴趴趴趴 要出來 要出來 只要跟 這個外獄間的 管理單位說 欸 我請假我出去一下 欸 台南殺警案那個兇手 他已經餘家未歸 一個禮拜多了欸 那個 管理單位也當做沒事欸 所以說 等同 沒有在坐牢啊 隨便 隨便他到處活動啊 那當時的那個 殺警嫌犯 判十一年的那個姓毅的 他 他就是回到自己家裡面去啊 他也沒有住在外獄間啊 他請假就好啦 然後他在家裡 他是不是 PO那個 相片到臉書說 他現在在喝酒 喔 他現在在抽菸 他現在 在家裡面睡得很爽 喔 跟女朋友玩 打 大家在打牌 欸玩得很開心 但你別忘了 他是 判十一年的殺警兇手欸 過得這麼爽啊 在家裡啊 所以 所以現在楊爸爸 要記住 人我行 對靈虎蟲說的那句話 敵人怕你報仇 所以你到天涯海角 他都會追殺你到底 現在楊爸爸 你要注意的是自己 還有 你的家人 還有 其他的兒女的安全啊 因為那個 姓郭的 像這種二少年 還有他那個乾妹 像這種 壞人 壞人是不會喚醒的 壞人是不會喚醒的 他 他不希望自己生活 有什麼 擔憂的事情 他就會怎樣 這個姓郭的他一定 他一定會 有事沒事 他就來楊家看一看 看看楊爸爸有沒有什麼 行動啊 然後 如果說他看到楊爸爸每天 因為兒子 死了 傷心難過 酗酒賭博 說 腿肺 滿頭亂罰 這個 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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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的就安心了 說啊這樣 這個楊爸爸已經 沒有路人 卡銷啊 也沒看到他要開楊 楊爸爸面館啊 安啊 他沒有想要報仇 就走了 就放行了 可能會這樣啊 所以 最後啊 像這種楊爸爸這種 受害者家屬 最後 最後就是怎樣 離開山心地 離開台北啊 搬走啊 不是 台灣你看多麼變態 不是那個殺人的兇手搬走 離開這個台北 而是受害者離開 而是受害者離開 因為你不離開 你不離開真的很危險啊 他們會 他會回來報仇啊 因為他怕你報仇啊 人我行說的啊 敵人怕你 怕你報仇 所以 就是要把你趕盡殺絕 所以楊爸爸快逃吧 全家大小 帶著 趕快台南 逃來台南啊 那另外一點啊 這個 死了兒子 會有多痛苦 你看看那個侯友宜 有沒有 侯友宜 死了兒子之後 兒子 因為那個健康幼稚園火災火燒車嘛 兒子被燒死了 結果 他從偏濾變成生懶的啦 他現在是生懶的 說好聽一點 這個叫做深入敵營 深入敵營呢 這個追 追中 沙子 幕後真凶啦 因為 當初最有可能 設計 讓那個遊覽車燒起來的 最有可能的就是 南營嘛 因為 因為當時侯友宜是 阿扁提拔起來的嘛 那南營當然不高興啊 有沒有可能 就這樣設計 讓這個車子燒起來 然後把他兒子燒死 也有可能啊 侯友宜自己 也這麼懷疑吧 所以他才會深入敵營 變成深懶的 但 但對他個性有沒有影響優愛 你看恩恩案的發生之後 他對別人死了兒子 那種冷酷無情的 反應 是不是真的讓我們嚇了一跳 怎麼說 大家都在指責侯友宜 怎麼不會 這個 將心比心啊 自己兒子 自己也是死了兒子 兒子的診 怎麼對林爸爸 這麼無情 這個就是告訴我們 死了兒子真的很痛苦啊 會改變一個人 但是你要知道 像楊爸爸 遇到的 這種不幸啊 在大台北 住下去真的很危險 因為 竹人幫 四海幫 會不會在台灣消失 是不會消失的啊 只要中華民國在 竹人幫 四海幫就會在啊 因為他們 他們就是 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嘛 他們是屬於國民黨的 這個機構之一啊 這個機構之一啊 機構之一啊 他們那些槍啊 你看 竹人幫他們都很容易拿到 自視手槍 怎麼來的 就是外省高層 高級外省人給他們的啊 他們都有管到 他們甚至 進出這個海關啊 就是都不用檢查 就可以就可以這樣 你看那個這次 柯文哲弊案 那個神慶經 神慶經是不是 就是 扛了好幾億 他好幾億就從那個飛機場 飛機場就這樣 把好幾億帶出去耶 我們的 航檢局有沒有在檢查 神慶經 沒有啊 沒有檢查啊 所以他才能夠大搖大白 十幾億帶著就出去 到澳門 把他換成那個 比特幣 然後怎樣給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一直都很 老神在在啊 他認為說 檢查官根本找不到金流啊 因為這個 比特幣在澳門交易的 這個真的抓不到 找不到 他在澳門給比特幣 然後他們 在美國 在美國也可以領啊 只要有那個密碼就可以啊 所以說為什麼 Peggy Schitt就是他老婆 為什麼要去美國 本來不是說 九月 那個八月三十號就要去美國了 當天晚上要去美國 所以檢方趕快趕快去搜索 所以Peggy Schitt到現在都沒有去 那本來那個 本來柯文哲也是說 他九月十一日要到美國 要到美國 他們為什麼要到美國 就是去 去 收那個 比特幣啊 澳門這邊存 省信金到澳門存 拿現金從台灣的海關出去 然後到澳門 然後存比特幣 然後柯文哲或者他太太 Peggy Schitt在美國領出來 這樣你台灣根本找不到金流啊 那你想想看為什麼 神信金 十幾億 好幾億台幣 你能夠這樣大搖大白 從海關出去 你要知道神信金是什麼身份 他是高級外省人 純血統的 純的 他是皇戶新黨部的 你看他手下那些愛將 這個 走什麼 雅虎啊 竹雅虎 他也是皇戶新黨部的啊 所謂皇戶新黨部的就是 血統純正的高級外省人 所以 你就知道為什麼神信金能夠 如入無人之境 能夠帶著十幾 好幾億台幣 進出海關都沒有人 沒有人把他 把他攔下來 把他的錢沒收 為什麼 點個頭就好啦 大家都認識嘛 就過了 錢都可以這樣帶出去 那你想嗎 能不能把槍帶進來 當然可以啊 因為沒有在檢查 神信金啊 像這些外省人 高級外省人 還有竹聯邦這些高級 哎 這 外省人 那竹聯邦這些堂主什麼 他們都是深懶的耶 也就是所謂的高級外省人 他們進出海關去澳門去 去菲律賓帶著槍 進出海關 進出海關 會不會被檢查 不會啊 你看那個神信金你就知道事態的嚴重 好幾億可以這樣帶出去 那也不是我們亂講的 是不是已經有法院判決了 就是那個司機啊 神信金的王姓司機 那個王姓司機是不是 在抱怨 他說 這個法 法院判決書裡面那個姓王的司機 他說 他跟神信金好幾次啊 帶著現鈔 那錢很多啊 好幾億 都是誰在分好幾次出國 他 當然神信金是大老闆 他錢 錢會不會自己帶扛的那個鈔票那麼重 當然是給司機扛啊 就是那個姓王的司機 姓王的司機就拿著大行李箱扛著 好幾千萬的台幣 就這樣從 跟著神信金兩個人 就這樣從海關大搖大擺這樣出去 然後都沒有被攔查 也沒有被檢查 所以那個鈔票就這樣帶到奧國 總共這樣來來回回 十幾 好幾十億台幣就這樣 洗出去了 那你想想看喔 他可以這樣不用檢查就出去 那回來呢 神信金回來 帶著從菲律賓或澳門那邊帶著槍回來 會不會檢查 也不會檢查嘛 大家都認識嘛 好友啊 打個pass就好了 我防護心的啦 神懂啦 你啊 海關 你啊 那海關 知道啦 知道啦 神懂 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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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帶槍吧 機關槍吧 這是什麼P5衝鋒槍是不是 搞不好神經竟然跟海關進去看 Bingo!你怎麼知道 這個是最先進的衝鋒槍 我帶回來了 所以說 朱雅虎現在他所有罪 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朱雅虎承認說 他有賄賂 他把錢送給李文忠 他都認罪了 反而被檢察官羈押 那個羈押不是因為 因為他認罪 惡性重大不是 是要保護他生命的 你朱雅虎你敢認罪 所以神經經會不會叫手下拿槍把他幹掉 會啊 只要把朱雅虎幹掉 滅口這個叫滅口 你現在已經背叛沈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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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他要不要滅口 他怕你再收下去 真的把那個比特幣洗到哪裡 真的把他講出來 所以沈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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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傻傻的啊 没有枪的是台湾人啊 外省人是有枪的 你别以为说 你想要的 譬如说连战啊 你大摇大摆要 冲入连战的家 真的会被人家用枪本来 轰出来 你别以为说我大摇大摆到蒋万安家去 胡闹 人家又开枪把你轰出来 都有可能 所以说检方拘押 朱雅虎他是在保护他的生命啊 讲一个 讲一个报酬的故事啊 这个 春秋 春秋战果时代 春秋末年啊那个 晋国本来 春秋末年那个晋国有 有那个 四大家族嘛 就是姓智 智氏 还有赵氏 魏氏 韩氏 这四大家 那后来这个 赵氏呢 姓赵的赵香子 灭亡的智氏 智氏 被杀了以后 智氏啊 那个智氏的 头头叫智氏 智氏的头被造香子 砍下来 当作尿盆 那个 造香子啊 每次小便就拿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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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氏的头 每次小便就拿那个 智氏的头头颅啊 欲让他就说 我要为我的 主子报仇 结果他就 躲在桥下 等到那个 赵香子 经过的时候 他准备从桥下跳出来 杀 杀这个赵香子 但是 赵香子的马 感觉有异样啊 就不敢动 然后赵香子就说 诶奇怪为什么马不敢动 就叫人家到桥下去搜寻 果然 桥下躲着一个人啊 就是 遇让 遇让就被抓出来 然后 问他为什么要躲在桥下 他说 因为我要为智氧报仇 所以 我要刺杀赵香子 诶赵香子 被人家刺杀 竟然没有把 没有把遇让杀死 他说 你这种行为 值得加许啊 国事 国事无双 治疗 养了那么多手下 那么多部下 我杀了他 而且把他的头 当 变盆 都没有人 替他报仇 就只有你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他叫遇让 很好 你这是国事无双 所以说无双 有没有大家 现在在说的什么无双 那个电动玩具 无双 国事 就是这样来的 国事无双 然后遇让 就这样被换过了 但是你以为说 遇让 就这样打消 替自咬报仇吗 没有 他又去怎样 第2次啊 第2次他要报仇 他就 他把自己的 皮肤 都用那个黑碳 烧 烧的 很热 然后把自己的皮肤 烫的 起鸡皮疙瘩 像赖哈马的皮 然后还把自己皮肤弄的 黑黑的啊 就好像一个低贱的那个 在挖那个粪坑的人 变成把自己弄成像低贱的 贱奴啊 奴才 在 挖厕所的 清清洁厕所的人 然后他就这样躲在那个厕所 躲在厕所呢 就是等着等着造箱子要去上厕所啊 结果 造箱子真的 真的来上厕所了 造箱子来上厕所总是觉得说 诶好像有人在偷看 我 我知道造箱子知道自己 那里鸡鸡很小啊 这个如果真的有人偷看那怎么还得了啊 说哦 赵国的国君 造箱子 鸡鸡小 小鸡鸡 造箱子小鸡鸡 这传出去 还得了所以 他觉得 不安啊 就叫卫兵说 来来来 检查一下 那个在厕所附近的这些 这些挖坑坑的人 收身啊 果然在一个 脸乌七妈黑的 像癞蛤蟆丑八怪的人身上找到一把匕首啊 就把他抓来 你是谁 为什么 藏着匕首你想干什么 结果造箱子 才刚问完 努力的看看那个眼神 诶 你不就是遇让吗 我已经找过你了你竟然还来 这个遇让还是说 我就 以前都没有人对我好就只有制咬对我好提拔我 所以我还是要为他报仇 但是 赵箱子认为说 啊这个 国事无双啊 第二次又原谅了他 没想到这个遇让 还不死心 第三次 又来了 这次啊他 他还把自己 弄成哑巴 这样人家 几乎就完全认不出来 只知道这个人是个哑巴 然后就在 大街 这个人群很多的 市场 当 卫装成乞丐 然后有一天 照箱子终于 经过这个市场 然后 路边那个乞丐 突然间冲出来 要 要刺杀赵箱子 赵箱子就把他 抓住 又是你 你就是不死心 这次 这次我真的不能再 放你走啦 已经第三次了 凡事不过山 所以赵箱子说 这次 你一定要死啊 然后遇让就说 我可以死 但是我 唯一的要求 你可不可以 他 遇让了 像那个赵箱子要求说 你可不可以把裤子脱起来让我戳几下 屁屁 啊不是啊 他不是说这样 他说 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衣服脱起来 让我 用刀戳几下 代表说我已经替我的主人报仇了 照箱子 恶话不说 就把他那个 用丝绸 高级丝绸做的袍子 的外衣啊 就这样脱起来 交给 遇让 遇让跳起来 跳得好高喔 连刺三下 说主公 我终于为你报仇了 然后就自杀了 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刺客的故事 遇让的故事 当然啦 我们 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说 在暗示说 杨爸爸 你 你要不要当遇让第二啊 把自己 为了报仇啊搞成 搞 搞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 像遇让这样 为儿子报仇 这个 好吧 台湾真的很悲哀啦 法 法 保障的是 法院啊 保障的是坏人啊 啊 好人是 没有什么保障啊 啊你 你如果 个人是建议啦 赖政府你真的要表态啦 法务部长 法务部长你现在至少在这个时候怎样 拖 拖出几个人去枪毙嘛 到现在还无动于衷完全无动于衷 我就说过了要先把那个 台南杀警案那个林信武先把他抓出来枪毙 到底赖政府你要我讲几遍啊 你看那个 杀害 两个警察那个林信武他以前是宪兵队的身高一百八十几 相当的强壮 结果他这么强壮的人 受过这么好训练的人 怎么会变成杀害警察的凶手啊 你们不觉得事情很蹊跷吗 是不是 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林信武背后是有组织的啊 他这他就是属于高级杀手 都是高级杀手都是从哪里来的 宪兵队里面来的 忠正爱国 你要知道以前 以前很久以前那个时代 你要当宪兵不是随便能当的啊 那是有身家考核的啊 你是要忠于国民党你才能够当宪兵啊 你有前科也不能当啊 然后你不觉得说 这个当过宪兵的 而且受过 特战训练的林信武 怎么最后会沦落成 抢劫犯 杀人犯 当兵之前他是一个那么清清白白的人 没有前科的人才能够当宪兵 结果当了宪兵之后就变成这样 为什么 那是故意的啊 故意安排的啊 像我们政战 我们政战 我们政战的以前也有 也有杀手组织啊 就政战特遣队啊 政战特遣队是 台湾所有特种兵里面最可怕的像那个 王立德有没有 王立德他就是正 最后 最后一批政战特遣队的 那个名嘴王立德 那个名嘴王立德 你别以为说 他看起来好像 不会杀人的样子 他要杀他要杀人三秒钟就 不要说三秒一秒吧大概一秒他 他一秒就可以把人杀死了 政战特遣队 这个杀人的 技巧里面就是有什么 卫装啊 易容啊 里面的 政战特遣队 那个 都会易容数啊 就是你根本看不出来 你路边看到一个乞丐 你以为说啊这老头子 这没什么 威胁 但他就是政战特遣队出生的 杀手 或者你看到一个瘫痪 来哦 这个香肠 香肠包小肠 大肠包小肠 一份十五元 便宜又好吃哦 这个就是一个路边摊嘛不是 你如果是他要刺杀的目标你走过来 那个大肠包小肠 用那个竹签 插着那个香肠 竹签拿起来 立刻把目标 眼睛插下去 直插脑门就死啊 这就是政战特遣队啊 对非就是一个骷髅头啊 所以 所以我认为这个林姓武这个 背后 不简单啊 这个 这个人要赶快把他枪毙掉啊 这个已经对 这个人如果让他将来出来那个 恐怕还有更多人会被暗杀 你看他 他杀了两个警察之后他拿着枪 他为什么要拿紧枪 性能好准确度高 然后他故意跑到高雄在 北上来 他是要杀政府官员啊 你也知道吗 他来新竹他就是准备 跟其他杀手会合 准备要干 干一场大的 现在 现在为什么林姓武到现在没有被枪毙 才一审而已啦 我在我认为应该是在调查他幕后的 幕后的组织啊幕后组织啊不用调查了吗 就是高级外省人啊那还用 还用调查吗 宪兵出身的 就跟那个郑洁一样吗 郑洁 郑洁现在还在美国好好的趴趴走啊 享受他 快乐的日子郑洁有没有被真的被枪毙没有吗 好啦不多说了啊 我准备要吃我的炒虾早餐了 谢谢收看 再提醒杨爸爸 快逃啊